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诺厨房 我是小诺 今天用一块豆腐分享一道美食 把豆腐捏碎 出锅就是一盘大硬菜 营养鲜香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豆腐 把它放入大碗里 戴上一次性的手套 把它捏散,捏均匀 捏成细细的小颗粒 我们在做这一步的时候 要多捏一会儿 把它捏得细腻一点 越细腻口感就越好 捏好后再往里面加入一把虾皮 这个时候加入虾皮会更加的鲜香入味 然后再打入四个鸡蛋 加入鸡蛋口感会更好 更加的蓬松轩 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把鸡蛋和豆腐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豆腐都充分的吸收鸡蛋液 这一步要多搅一会儿 让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先放在一旁备用 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葱 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后和鸡蛋豆腐放在一起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两块钱的肉末 现在开始调味 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的食盐增加底味 一勺白糖提鲜 再加入半勺鸡精 半勺胡椒粉去腥 再加入半勺的五香粉增香 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加入淀粉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筋道 再加入一勺玉米面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调料都相互溶解开 加入玉米面口感会更好 外皮更加的酥脆 而且营养也更加的丰富 多搅拌一会儿让它们充分的融合 搅匀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然后开火把锅烧热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再把火关掉 把锅中的油均匀的晃均匀 然后用勺子一勺一勺的 把搅拌好的鸡蛋豆腐放入锅中 再用铲子把它铺均匀 铺平整 铺成一个大圆饼 我们尽量把它铺的薄一点 铺的均匀一点 铺的薄厚一致才不容易糊锅 铺均匀后开中小火慢慢的煎 煎的过程中先不要着急翻弄它 煎两分钟左右煎至底部定型 底部定型后像这样轻轻的摇晃锅 我们每隔一两分钟就摇晃一次 使底部受热均匀 这样才不容易糊锅底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一直煎至豆腐底部金黄 一面金黄之后 再给它翻一面继续煎 直到煎至两面金黄 然后我们再用锅铲 把豆腐切成小块 切成小块后 更容易煎出豆腐里面的水分来 把豆腐里面的水分煎出来 吃起来会更加的焦香酥脆 切成小块后 我们用中小火一边煎一边翻动 把豆腐表面煎至金黄酥脆 煎至像这样金黄金黄的就可以了 非常的香 煎好后就可以出锅 装盘了 豆腐这样做真的是太香了 看起来金黄金黄的 就非常的有食欲 它的口感外焦里内 非常的开胃又下饭 用它当做主食或者是下韭菜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样做的豆腐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里面有肉有蛋还有虾皮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适合 这样做的豆腐用油也是非常的少 吃起来更加的健康 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